第1311章 出战炼虚 直见血云一阵翻滚 瞬间凝聚成一朵谢怜 第溜溜一转身 就将十余道剑光全都吸入了其中 而小平一下射出了十余杖去 一闪之后就在虚空中消失不见了 这一幕让飞射而来的环天奇异愣 但随即大怒的一张口 一股灰蒙蒙妖风喷出 飞沙走石下 直奔寒丽隐匿之处席卷而来 此妖虽然无法看到寒丽的身影 但以其争斗经验自然一眼看出 有人施法隐匿在一旁 这才收走了小平 寒丽一见妖风袭来 脸色微变 以他隐匿后的情形 可无法马上飞顿 离开妖风的攻击范围 一被这妖风卷入其中 太一化轻浮的神通立刻就会被破去的 在这一刹那 一旁的续天却脸色一沉 单手掐绝对准卷来的妖风凝重一点 扑的一声 一道仿佛天外惊鸿的血色见光从续天手中击视而出 一闪下 竟将那妖风从中间一斩而开 并直奔那环天骑斩去 环天骑吓了一跳 急忙单手虚空一抓 一只灰色妖爪在头顶浮现 随之向血光一抓而去 灰红两色光芒交织一起 竟一时相持不下 韩丽见此大喜 身形隐匿之下 当即轻飘飘地向高空遁去 可就在这时 韩丽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冷哼 你想到哪里去 随之他默然感到空中黄霞一闪 一只白色玉印在其头顶诡异浮现出 一晃下化为十余杖大小 并一杂而下 正好将韩丽照在了其中 这一击快似闪电 连拿续天都来不及出手相助了 口中一声低呼 卧力早就见识过此玉印的威力 连和那独木巨人小山般大小的石棒硬碰 都可以玩好无恙的 自己绝对不可能轻易接下此击 他面色连变数下 轻叹了一口气 只见玉印下方原本看似空无一人的地方 荧光一闪 突然现出了韩丽的身影 他一拍自己天灵盖 一团清光包裹着一只小顶浮现而出 接着顶盖一开 一阵清鸣声从顶中发出 随之无数道青丝喷噬而出 交织闪烁下 瞬间形成了一只光网 正好拖向银头砸下之物 大印毫不留情地落到了青色光网之上 轰隆隆的一阵爆裂声传出 那玉印果然非比寻常 青网一接触下 就开始寸寸地锻炼 不过须天鼎毕竟是通天灵宝 喷出的光丝一荡之下 仍然让玉印下落之势为之一顿 趁此机会 韩丽两手掐绝 背后雷鸣声一起 青白色羽翅浮现而出 接着他身形一扭 就化为一道白丝 和头顶小顶一同不见了 大印这才破镜青网砸下 自然落到了空处 这时 三十蛇帐外青色电弧一闪 韩丽身形才无声无息地显露而出 你怎会驱使这些宝卧 你不是誓言 血云中突然响起了 续天难以置信的声音 随即血云翻滚 一个数寸高人影符陷在云上 他满脸金木望向韩丽 正是玄灵续天 你不是灵族 是人族修士 韩丽原先锁在位置的背后 光霞闪动 黄凉鸣的身影也显露而出 满脸的惊讶 环天齐也趁机操纵夭爪 一把抓散了血色见光 同时自己连闪几下 就出现在了黄凉鸣的一侧 同样惊异地打量着韩丽 面对三位全都吃了一惊的 练须级存在 韩丽却没有再多说一句的意思 只是两手掐绝的一张口 一团精血喷出了体外 随即浓浓血物 一下将他身形淹没进了其中 想跑 续天一见此景 一眼就看出了 这是一种高明的顿术 大怒地说道 随后他身下血云一动 就要扑了过去 哼 续天道友何必如此心急 黄某再领教一下你的血煞凌连 黄凉兄 既然是人族修士 那人就交给你了 黄天祺瞬间半腰画起来 身形一晃 画为一道流光扑向了续天 同时口中发出阴森的话语声 放心 区区一名画神修士 就算有一件灵宝 也绝逃不出我手心的 黄梁凌军盯着韩丽颜也不眨一下 淡然地说道 他竟然一眼就看出 韩丽的虚天顶是一件灵宝 黄梁凌军话语刚落 一张口 一道绿色小剑 仿佛蛟龙般地喷出 只是一晃 就到了血雾上空 毫不留情地一掌而下 当得一声轻响 同样一道金光从血雾中射出 虽然被一台而开 但一击地挡下了绿红 献出了一口持许长的金色飞剑 黄梁凌军冷笑一声 单手冲绿红一点指 绿红一扑而下 立刻和金色飞剑交织到了一起 光芒大放地将金光压的光芒大连 随后绿红滴溜溜一转 化为一团仗许大的绿色剑轮 急速转动间 就要将中间的飞剑搅成粉碎 一阵金属摩擦刺耳声音传出 金色飞剑几乎暗淡地只剩一丝 但在剑轮狂斩之下 竟然安然无恙 丝毫无损 反而此飞剑 硬生生地缠住了青红 让其无法落下 一黄梁凌军一声轻疑 有些动容了 他这口飞剑 虽然不是用什么逆天的材料炼制而成 但也是大到出城时 费了莫大功夫才炼制成功 并且经过其数千年的培养 威能之大已经不在一般的灵宝之下 但此刻竟然无法斩断 一名化神修士的飞剑 真有些诡异了 黄梁凌军心中吃惊的 但面上毫无表情 只是两手飞快的一掐剑诀 那道青红一声轻鸣声发出 一模糊下 竟幻化出三十六到一般无二的青光出来 密密麻麻地朝血雾下射去 一副要将含力乱人分尸的样子 但黄梁凌军想不到的是 血雾中的含力只是尖头一晃 从背后又飞出了数十口金色小剑 化为一道道金色剑光 同样将那些青光在上空砥柱 让它们根本无法落下 这时血雾已经剧烈翻滚 含力已经口中念念有词 食指不停地变动法觉 一副就要施法完毕的样子 黄梁凌军见到此目 脸上亚色更甚 但随即目中寒芒一闪 当即身上黄蒙蒙霞光大放下 整个人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含力深吸了一口气 突然眉宇间一道血痕闪现 浮现出一颗乌黑的眼珠 立刻喷出了一道纤细的乌黑光柱 一闪不见了 食欲战外的虚空中 漠然传来一声巨响 随之黄霞黑光一阵闪动后 黄梁凌军的身影一闪地闪现而出 并且立刻失声地叫道 破灭法宝 你竟有此宝 这位脸须七修士 面容彻底凝重了下来 但吃惊过后 不怒反省起来 他单手一抬 向前缓缓地虚空一抓 痴痴地破空声 在寒历头顶上空爆发而出 附近狂风大作 无数屡丝丝光侠凭空浮现 转眼间又凝聚一团 一只仗许长的 仿佛玉雕般的金玉符 诡异浮现了 黄梁凌军五指一合 单手向下一挥 口中轻轻吐出一个斩子 五色玉符一颤之下 缓缓地一披而下 尚未接近血雾 夫人下方就先传出低沉的雷鸣之声 一团团青色电光闪动跳跃 同时附近的空间 一阵扭曲变形 可见 慈府的威能不可想象了 正在血雾中 闭目失法的韩力 自然也看到了慈目 脸色大变 他不及多想下 一张口 一只黑油油的小衫 喷出了口外 微微一晃之下 就从上面放出一圈 圈灰蒙蒙的光环 说也奇怪光环所过之处 那些 正将金色飞剑鸭的 丝毫没有反手之力的 青色剑光 均都发出一声哀鸣的 微颤不闻起来 仿佛一瞬间 微能大剑 而那只巨大玉府 显然不是那些 青色剑光可比的 被那一波波的 光环扫中后 只是一晃 就轻易展散了 前几道光圈 下落之势 丝毫没受影响 韩力心中大急 神念一催之下 小山后面爆发的 十几圈光环 突然一顿地凝结成一起 化为一圈 奇粗无比的光圈 一颤地消失不见 但下一刻 却突然出现在玉府附近 一景之下 竟然将玉府圈在了其中 玉府体表的五色灵光 一阵忽暗忽明 不由自主地在空中一顿 竟然仿佛要失去控制一般 远处的黄凉凌军 心中骇然 但不及多想下 口中一声低贺 两手接连树道法诀打出 顿时玉府雷鸣声大作 一道道青色电弧爆发而出 狠狠一掌后 终于还是将那灰色光环 斩成了碎片 由此一单的时间 血雾中韩力突然身形一模糊 整个人默然化为一道血光 从血雾中积湿而出 一颤之下 就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了数百里外 化为了一个黑点 而那些飞剑和身前的黑色小山 也一同地凭空消失了 这正是韩力保命的盾术 血影盾 以其化神器的修为 和现在的强横肉身 此盾术自然越发神妙地不可思议 几个闪动后 盾光在天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下 不仅黄凉凌军 就连远处正在争斗不已的 续天和环天旗 也不禁正主了 但随即三人一声怒喝 几乎同时的一掐绝 默然化为三道十余丈长的惊鸿 尾随狂追而去 同样几个连闪后 也在天边不见了踪影 看盾光速度 竟然似乎不下于血影盾多少的样子 第1312章 士林之威 以血影盾速度 韩力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就已经到了骨口处 以他现在的修为 原本因为此盾术过于霸道 在结单原因时 无法掌控方向和速度的弊端 在化神后 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故而韩力一边瞬息百里地飞盾着 一边神念同时向后扫去 结果发现了 黄梁凌军三人所化盾光 并没有真被甩开多远 在身后竟然紧追不舍 心中不禁大理 既然面对的试炼虚其修饰 韩力也没寄希望 真可以单凭血影盾 就这般简单地逃掉 身处血光中的他 单手一翻转 漠然多出了红黑两颗 闪动神秘符文的圆珠 毫不迟疑地向身后一抛 随即两手掐绝下 口中暗暗的念动有此起来 这时 他所驾驭的血光 一闪地掠过了混沌骨的骨口 后面三人脊椎之下 也同样接近了这里 两颗圆珠滴溜溜一转 温明声一起后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一红一黑 两轮直径时丈的骄阳 在虚空中闪现而出 一股肉眼可见的气波 疯狂四散开来 刹那间形成了一股狂猛无比的飓风 将方圆树里内的 一切都席卷而尽 后面紧追寒历的三人 以那续天法力最为高深 追得也最靠前一些 再加上以秘书催动 顿光追得过快 一下就被飓风卷入了其中 倒是烧落后的黄梁凌军二人 因为距离稍远 顿时一惊的顿光方向一变 显显地从飓风两侧一下绕了过去 但就如此 正一人一妖 还不忘趁机对续天落井下石一回 环天其袖袍一抖 一股灰色妖风滚滚而出 而黄梁凌军则单手冲飓风一扬 顿时一道黄色光柱 一闪即逝地射出 两者攻击一目入飓风中 顿时轰隆隆地爆裂声大作 里面马上传出了 续天惊怒异常的大吼 看来吃了一个小亏 便一时无法马上脱困出来了 这一人一妖 却相视一笑 顿光闪动后 也到了谷口上空 这时韩力所化顿光 因为灭仙珠略一阻挡 已经在天边变得模糊异常了 二人却毫不在意 正要信心十足地 在催动秘术追赶时 忽然谷口一侧的石壁上 扑扑两声传来 在荧光闪动中 两道银色火柱狂喷而出 直奔二人狂卷而去 因为谷口并不宽广 在家火柱喷射速度惊人异常 银色火焰瞬息就到了他们身前处 黄梁凌军心中一惊 不及多想的单手 猛然虚空一批 一道黄色剑气就一展而出 想将火柱就此劈开 但是剑气方意接触银 银色火焰竟疼得一下自行燃烧起来 眨眼间就被银焰化为了乌有 银色火柱大盛之下 更加气势汹汹地扑来 尚未真扑到身上 一股炙热高温 就先就让这位人族修饰 一阵的口干舌燥 黄梁凌军见此 却脸色漠然大变 脱口地失声道 灭临白骨火 随后如见蛇蟹的两手一掐绝 身形骤然间从原地消失不见 银色火柱一下卷到了空处 另一边的还天骑 情形也差不多 他一口腰风吹出后 同样被那银色火焰 一下吞噬得干净 其骇然的身形连晃树下 带着一连串的残影连 变动了数个方位 才摆脱那银面的追击 不对 不是天灵白骨火 白骨火虽然是银色的 但充满了邪气 只有白骨老祖 一人能掌控的 绝不可能外传他人的 还天骑方一在 黄梁凌军身旁站稳身形 却脸色难看得一口否认道 形成了一颗直径丈许的巨大火球 然后火球略意收缩变形 一只银色火鸟 就优雅至极地显现而出 火灵 见到此目 一人一腰看见火鸟 却又正住了 但是银色火鸟冷冷地望了二人一眼 双翅只是轻轻一扇 荧光闪动间 无数拳头大的火球 就在附近浮下而出 一声清明后 火球就拳头一颤击视而出 密密麻麻地将人腰二人 全都照在了攻击范围之内 黄梁邻君听闻不是灭灵白骨火 心中顿时放了大半 在见这些火球后 一声冷哼 手一扬 一面八卦进顿时狂胀地浮在了身前 另一边的还天旗 则单手一翻转 灰色电光再次在手中浮下而出 二人虽然未弄清楚 这银色火焰的真面目 但却再也没有轻视之意 打算全力应对了 但就此时 击射到途中的漫天火球 荧光大放 突然随之一颤地 全凭空消失了 要不是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高温 仍在附近空间存在 这些火球 就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黄梁邻君一震 不禁双目一眯地 望向了那只银色火鸟 结果方一瞅去 就听到砰的一声轻响 火鸟经自行爆裂开来 四散的营烟 就像那些火球一般 诡异的一下 在空中消失了 黄梁邻君脸色一下阴沉下来 转手看了一眼还天旗 这位穷属族的长老 面容同样好看不到哪里去 有些铁青 此火即使不是灭临白骨火 恐怕也非同小可 那名人族修士是何来历 在人族不应该这般默默无名吧 桓天齐冷声地问道 并隐隐透出一丝怀疑之意 不认识 也许是其他两境的修士 反正在我们天无境 我是第一次见到的 不过他要以为 单凭这些小伎俩 就真能逃出我们的掌控 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 虽然没有来得及在他身上 种下神念标记 但是以我们的神念强大 一个化神修士 在这落日之墓中 只要没有跑出万里之外 就绝对无法瞒过 我们的神念追索 黄梁凌军 先是凝重地摇摇头 随即又向谷外瞅了一眼 冷笑了一声 此刻 韩丽顿光 早已在天边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桓天齐听了这话点点头 显然也赞同此话 于是下面 二人军都在空中 闭上了双目 强大知己的神念 缓缓放了出去 但是片刻功夫 二人的脸色 一下变得精彩万分 似乎有些惊疑 又有些难以置信的模样 怎么可能 那人灵力气息消失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黄梁凌军 默然睁开双目 满脸的震惊 我也没有找到那人 这种情况 要么对方修为远超我等 要么就是 这人施展什么独特秘书 可以将气息遮蔽的 连我们的神念 都无法探查到分毫 否则 哪怕他已经陨落掉了 气息短时间内 也不会散得如此彻底 桓天齐也难难道 那肯定是第二个原因了 别忘了 先前此人曾经潜藏在附近 我们却丝毫都没发现 看来这人真是精通 某种极其厉害的隐秘神通 黄梁凌军 眉头皱成了一团 这可麻烦大了 有这等通 我等岂不是根本无法找到此人了 桓天齐 嘴角不禁抽搐一下 这可不一定 我等还有机会的 那人隐秘起来了 肯定无法再施展先前 那种顿数逃出多远了 就在数千里之内的样子 我们只要发动人手 将这些区域全部控制住 一点点的寻觅 并且用你幻燕鹅的千鹅之术 协助寻找 我就不信它还真能藏到哪里去 黄梁凌军 双目寒光一闪 倒想出了一笨办法出来 千鹅之术 这可有些损耗幻燕鹅的精元 算了 为此动用一下此术 应该还算值得的 不过 那块落日经 桓天齐有些不太情愿地点点头 并忽然提到了 落在黄梁凌军手中的宝物 嘿嘿 只要能寻回灵足之物 落日经在下 一定双手奉上 就算追不回的 在下 也会分给桓兄一半此经 黄梁凌军 似乎心中早就有了决定 毫不迟疑地回道 好 有道友这话就行了 我这就将 桓天齐微微一笑 正想再说什么 忽然二人身后处 一声长笑传出 接着仿佛天崩低裂的一声巨响 一股惊人凌波 随之在后面冲天而起 一人一妖心中一领 当即一回身望去 就见身后不远的飓风此刻 已经消失了 但在原来的地方 血连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在莲花中心处 旭天正面沉似水地望着二人 引有凶光闪动 显然此位对二人 刚才的落井下石举动 洞悉得一清二楚 旭天道友 你还想和我二人动手吗 那个骗了你东西的家伙 可是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三人再耽搁一会儿 这人说不定就真的跑掉了 桓天齐却丝毫聚色没有 反而淡淡说道 哼 此事本尊 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以后有机会 在下一定再领教二位的神通 旭天私下望了一眼 并未发现韩丽的踪影 这才瞪了两人一眼 冷冷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 随后 他足下血连的连伴 突然间合拢到了一起 此连就在这旭天 一声呼啸地 往谷外积舍而去 没有多久 踪影全无了 黄梁邻君二人 对于这位邻族玄灵的威胁之言 毫不在意 别说此地是人妖两族的地盘 邻族根本不可能再次久待 就算真的再对上对方 他们二人联手 也稳站上风的 故而这两位在稍微商量了一会儿后 就分头行事 他们准备召集人手 彻底封锁住数千里的大片区域 一定要将那浑水摸鱼的小子给搜出来 第1313章 天节降临 这时 韩丽已经身处二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山脚下 脸上容颜大便 成了一名三缕常然的中年人 身形也矮了数寸下去 此刻的他身上灵气全无 重新变回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炼体士 并且双目微闭地盘坐在一块青石上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过了一会儿 韩丽忽然睁开了双目 嘴角带起一丝笑意 喃喃了一句 总算将体内的最后一丝火灵气也散尽了 除非他们亲自到跟前盘查 否则绝对无法辨认出的 不过即使如此 韩丽也没有 现在就动身离开的意思 如今正是风头上的时候 即使他已经变化了相貌和气息 也不愿冒什么风险的 于是他从青石上一跃而下 几个跳跃后 向山上飞纵而去 不久后 他就到了一块 被无数藤蔓和灌木遮蔽的 严严实实的山崖前 韩丽四下打量了几眼 满意地点点头 随即深吸了口气 两只拳头漠然金光灿灿 对准身前的石壁连环击出 轰隆隆的巨响接连传出后 一个树杖身的石洞 顿时浮下出 他身形一晃 人就诡异地一下闪入其中 然后对着洞口处 反手又一拳击在洞顶上 顿时一堆碎石掉落而下 一下就将洞口堵死了 石洞立刻变得一片乌黑起来 韩丽却毫不在意 手掌一翻 一颗早就准备好的月光石 出现在了手中 他抓起此时 往洞顶上轻轻一拍 顿时在距离之下 月光石轻易地嵌入了洞顶处 在淡淡荧光之下 石洞中顿时清晰了大半 韩丽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 坐了下来 这才手上临界一闪 从储物灼上取出了那个血红小瓶 目放奇光地打亮起来 此瓶除了不停散发着血红光芒外 其他一切倒也普通至极 材质摸上去光滑异常 似乎就是普通的瓷器 韩丽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小瓶 心中暗自嘀咕着 同时脑中不禁浮现出 那名叫是严灵族 被审写的一切记忆 半晌后 他眉头一皱下 又从储物灼中 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碧玉圆波 这才将血红小瓶的盖子打开 对准圆波轻轻易斜地倒下 平口紫芒流转 好半天 才有七八滴深紫色液体缓缓倒出 掉在圆波中 全都一滴滴地立刻分散开来 竟然无法融合一体 韩丽双目一滴地仔细凝望了一会儿 才伸出一根手指 在其中一滴紫叶上轻轻一点 结果在其手指四处飞出的一瞬间 这紫色液体竟默然自行跳起 一下将其指尖包裹进了其中 就想要就此侵入似的 但是韩丽眉稍一条下 手指上金光一闪 就将这紫叶隔断在了肌肤之外 然后轻轻一抖之下 液体就再次滑落入了圆波中 不错 果然是灵足神血不假 韩丽目中闪过兴奋之色 下面 他将这些紫叶再次倒入小瓶中 然后小心地收进储物灼中 自己则静心地在山洞中打坐休息起来 虽然他现在法力全无 但碧骨能力却为师分毫 根本不用吃喝什么的 不久后 一道道神念从韩丽所在小山上一波波扫过 韩丽身上丝毫灵气没有 自然都一扫而过了 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开始的数天内 这些神念的搜索频繁异常 恨不得一天十几次地扫过 但过了半月后 立刻变得只有两三次了 而再等两个月后 则只有一天一次了 而且动用的神念 也明显远远比不上以前的强大 明显搜查之人换了 但韩丽不动声色地 仍躲在石洞中未出去 就这半半年时间一闪而过 再也没有神念出现了 韩丽在洞窟中一感应到此变化 心中一喜 但又等了数月后 才在某日双目一睁 一拳击碎洞口碎时 人才缓缓走了出来 他看了看附近一切 并未任何一样变化后 当即黑黑一笑地袖袍一甩 大不留心地直奔山下而去 不久 他身形就在山林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年后 落日之城叫进一座小城中 到来了一名面孔陌生的青年恋体式 他匆匆地采购了一批东西后 就扬长而去 不知所踪了 因为最终没有追回东西 故而有关神邪的事情 还是渐渐流传了开来 再加上当时参加过三族大战的 一些修士和炼体式 也逐渐证明了此事 此事着实一连轰动了数年 黄粮林军等炼须集出手的情况下 东西还让一名区区化神修士夺取了 自然让人嘖嘖称其不已 黄粮林军仍有些不甘心 在回到落日城后 仍一连好几年的追查此事 对于夺宝修士身份 也下了一番心思地去寻找 结果 让他无奈至极 夺宝之人显露的几种神通 个个都非同小可 但却仿佛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一般 竟然丝毫线索没有 再过一两年后 黄粮林军离开了落日城 和那还天旗 相约去了蛮荒世界 就没人再关注此话题 神学之事 就这般不了了之了 数年后 在远离人烟的一处 高大巍峨巨山的山腹中 一个四周漆黑如墨的空间中 一个人影静静的盘坐里面 身上金光微微闪动着不停 在人影一旁 却放着一个血红小瓶 横躺在地上 仿佛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了 盘坐人影 却只是动也不动 要不是轻轻起伏的胸脯 就仿佛泥雕一般 百余年时间对灵界的凡人来说 代表了一生的大半 已经过去了 但是对法力高深的修仙者来说 却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瞬间光景 百余年后的一日 巨山一切依旧 但却有一对骑着巨粮的全副武装骑士 护送着数辆精美异常的兽车 从山脚下徐徐经过 其中一辆寿车上坐着三人 一名头发灰白的老者 一名虎头虎脑的六七岁男童 以及一名年纪相仿的鲜弱女童 那老者额头满是皱纹 但脖梗之下的肌肤 却仿佛年轻人一般的光泽弹性十足 而一对裸露在绣袍外的双手 却又仿佛老树枯藤般的干瘪异常 但诡异的是 老者食指上的指甲 不但数寸之长 看起来锋利异常 而且还泛动着淡淡的红光 显得神秘万分 对面那对男女幼童 眼也不眨地盯着指甲上的红光 大获好奇的样子 老者也没有丝毫掩饰指甲上一样的意思 只是望着这一对童子 微笑不语 忽然窗口外一阵兽提声传来 接着一个男子声音 在兽车外默然响起 祈禀活老 前边派去开路人已经回来了 穿云山方圆千里的所有兽群和妖兽 都已经倾脚干净了 嗯 做得不错 如此一来 本商号又开启了一条新商路 十余年内 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老者神色一动 单手一抬 将窗帘缓缓缓拉开了 只见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骑士 骑着一头毛发雪白的便衣巨狼 正面带恭敬地跟在兽车旁边 不过 你真能肯定 此山中一只妖兽都不剩了 要是有擅长隐秘的妖兽 躲藏得够巧妙 妖气并未被发现 也是正常之事 老者望了骑士一眼 口气忽然一变地严肃起来 这个应该不会的 除了妖气外 晚辈还请了几位仙师 特别用神念扫尸了整座大山 的确再没有妖兽存在此山中了 骑士脸色微微一变 但马上肯定地回到 哦 这样的话 看来真没有问题了 请的那几名修士 虽然不过是结单期修为 但是此山也不可能有 太高级的妖兽存在 就这样吧 继续前进 老者满意地点点头 随口称赞了一句 就想将手上的窗帘放下 但就在此时 空中一变突起 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从远处高空传来 接着轰隆隆之声连绵不断 附近空中 骤然间阴云密布 呼啸之声随之滚滚而来 整个天空一下变得阴沉异常 整个天变的过程 竟然仅仅一瞬间的功夫 老者甚至还未来得及 先将窗帘合上 那是什么 中年骑士身处售车外 目光一扫之下 默然盯着巨山高耸入云的顶部 吃惊地失声起来 老者眉头一皱 抬手漠然朝车厢 蹬蹬地敲击了三下 售车一顿 马上停了下来 老者一推车门 人走下了售车 出现在了车外的平地上 然后同样朝巨山之顶 所在的高空望去 结果 脸色顿时大变起来 天结 这是有修饰再度天结 有些奇怪 这好像不是小天结 但也不像大天结 老者静怡不定地望着 远处山顶电射狂舞的天象 有些发震了 只见远处的巨山顶部 早已变得漆黑 如同锅底一般 一道道晶莹两色的电弧 在云中触没跳跃不止 沉闷的轰隆隆之声 正是从那边传来 而在黑云烧下些的地方 一股古白萌萌飓风 在狂舞呼啸着 不停机打着山头 让山势崩裂 树木横飞 这时整个车队全都停了下来 那些骑士 也都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种 也许一生都无法目睹的奇景 而其他几辆售车中 也有几人腾空飞起 略意盘旋后 就纷纷朝老者这边飞断来 第1314章 两色雷劫 活老 这是哪位前辈在此读天节 你老可看出 是何种天节 似乎不是小天节 难道是哪位练须七的前辈 隐居在山中 一名面孔英俊的黄袍青年 似乎是这群人的围首之人 一到老者这边 立刻带头降了下来 并神态恭敬地问道 但话语里 隐隐透露出一丝兴奋 这也难怪 即使在灵界 练须及以上修饰 也绝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碰到的 不是大天节 真正的大天节我见过一次 降下的天雷 全部都是紫金色的 威力远比这里的 要猛烈得多 老者摇摇头 非常肯定地否认道 但小天节天雷 也不是金银色的 应该是青色天雷才对 我等数次亲眼见过 世门长老度过的 绝不会错 黄袍青年脸 带古怪之色地说道 此天节看起来比一般 小天节猛烈得多 也不可能是妖兽的画形之节 妖兽的画形雷节 打下的天雷 一律都是银白色的 老者脸上凝重 似乎也难以判断的 一见活老也不太清楚的样子 这几名节单修士 均不禁露出了失望之色 现在空中飓风 已经越来越大 整座巨山方圆堤百里内 全都是狂风大作 同时乌云压顶之下 让普通人 甚至在平地上 都无法站稳 如此一来 活老稍一沉吟下 干脆命令所有车队 暂时盘成一圈 静等那位不知名的修士 渡劫结束 再行前进 远处空中一声声的雷鸣传来 接着金银色雷弧 漠然间大作 在一阵乌云翻滚中 一根根电弧 挨个从空中坠下 开始还是一根根的 但是转眼间就密密麻麻 如同暴雨一般 轻盆下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银色电弧机在山顶处 纷纷爆裂开来 化为团团刺目荧光 将巨山顶部 轻易消去了一大截 而那些金色电弧 一接触山顶 则诡异的一闪没入 银力声大响 沉闷爆裂声 似乎有比山顶处的天雷 还狂暴几分的样子 这一幕 让远远注视这天节的火老 以及几名劫丹修士 都是一惊 那些金色电弧 到底是何种天雷 那些山石不能阻挡分毫 竟直冲受劫之人而去的样子 这种诡异情形 似乎只有大天节的紫金天雷 才会出现的 难道真是 某种从未出现过的大天节种类 就在这些人心中 都有些嘀咕之际 一团刺目青光 从山腹中击射而出 一晃之下 竟出现在了山腰附近的半空中 里面隐隐有道人影 活老等人见此 自然知道 那青光中人影 肯定就是杜杰的大神通修士 就是不知道 这人是被那些金色天雷逼的 无法在山腹中躲避 只好顿出了山体外 还是觉得在空旷之处 更好施展手段 应付天节之威的 顿时那些原本狂批巨山的 金银两色电弧 仿佛通灵般的方向一变 紧追青光的狂击而下 一声长啸声从青光中传出 接着人影头顶 突然青光一闪 一只锯顶浮下而出 一晃下顶盖打开 密密麻麻的青丝 从里面飞出射而出 漫天飞舞之下 竟将小半天空都遮蔽住了 青丝所过之处 那些银色电弧一扫而入的 全被收入了锯顶之中 但是那些金色电弧 却仿若无形之物 毫不客气地透过青丝 直奔下方的人影披下 好好好 青光中人影似乎也吃了一惊 但不怒反笑起来 忽然人影两手一搓 再往空中一扬 霹雳之声大作 两道碗口粗金壶狂赏而出 随即分离蹦射 化为一张巨大电网 浮现在了头顶处 刹那间 两种同样颜色的金壶交织一起 在琵琶声中纷纷爆裂 然后同时溃灭消亡 无数纤细金壶跳洞间 让人影上空 变得艳丽异常 活老等人看到此目 有些发呆了 灵界中修行雷属性功法的存在 自然不少的 但普通雷电一碰出天雷 非但无法抵挡 反而会瞬间被天雷吸纳掉 让其主人自行遭到反噬的 而眼前这明度节修士 不但修炼的雷属性神通 和天结之雷 看似一般无二 并且敢以雷电硬抗天雷的 可是实在没听说过 有几人敢这样的 不过 空中雾云中掉落的 金银两色电弧 仿佛无穷无尽 易炷香的功夫后 非但没有停下的意思 反而越发粗大惊人起来 电弧由原先的拇指粗细 已经渐渐变得手臂一般粗大了 这一下 清光中人影脸色微变 因为头顶的锯顶吸纳的银色电弧 似乎已经超出一定限度了 喷出的青丝不但开始变手 而且扫灭银弧的速度 也开始下降了 如此一来 大量银色电弧 趁机落到了下方的金网中 原本就已经显出吃力的电网 马上呈现出了不知状态 几名结单修士 已经面面相去起来 那为首的黄袍青年更是喃喃起来 这绝不是普通的小天节 就算是化神器大成后的天节 恐怕也就这般威能吧 不对 这种天节我似乎听人说过的 活老见到天节的这般威能后 却忽然这般说道 活老此话当真 黄袍青年一听这话 急忙忘了过去 没错 的确是听人说过一次的 只是时间太遥远了 有些想不起来了 老者脸上献出苦苦名思之色来 他毕竟不是修仙者 年纪一大 有些不重要的记忆 自然有些模糊不清了 那些杰丹修士 心中有些焦急 但这位活老 可是一名实力堪比 原因修士的顶级练体士 几人自然也不敢催促什么的 不好 那名前辈好像撑不住了 一名杰丹修士 目光在往远处天空望了一眼 漠然口中失声道 其他人闻言 均都一惊地望去 连活老也下意识地停下了思量 急忙抬手 只见乌云中落下的 金银色天雷形态一变 电弧消失不见 而变成一个个 头颅大小的巨大雷球 晶莹两色交错间 仿佛天女散花般地 纷纷往下飘落 这种雷球明显威力远胜 先前的电弧 密密麻麻地落下后 据顶终于无法承受地 发出了嗡鸣声 接着不再喷出青丝了 反而一声哀鸣地 缩小到了拳头大小 然后光芒一闪击射而下 一下没入下方人影身上不见了 显然磁薄 已经受损不清的样子 如此一来 虽然下方人影手中 仍然狂涌出金湖 但那张电弧也承受不住了 巨网终于在两种颜色雷球的狂击之下 开始寸寸地碎裂开来 就在所有人以为 这位杜杰的修士 就这般要葬送在天节之下时 那人影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发出 忽然一摸自己脑勺 大片灰蒙蒙霞光从脑后升起 接着一张口 又吐出了一座黑油油的寸许大小山出来 灰色霞光往上空 近在咫尺的漫天雷球一扫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无论何种颜色的雷球 已被霞光扫中 均都一顿地立刻停止了落下 然后滴溜溜地在灰霞中悬浮起来 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 将它们同时拖起一般 灰色霞光对雷球 似乎也只能有这般威力 并无法有再进一步的举动 但空中陆续降落的雷球 只要一落入霞光中 均都会变成这般无二的下场 虽然这片光霞 足有三十丈之高 但也转眼间就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两色雷球 看起来马上就要充满 无法再容纳的样子 就在这时 人影突然一掐绝 身前那座寸许大的小山 瞬间狂涨起来 眨眼间就化为了十余丈之巨 随即人影单手一点此山 同时灰色深奥的咒语声出口 整座山峰表面 灵光一阵流转 一圈圈的灰色光环从山上放出 一下将半空中悬浮不动的众多雷球 全都一扫而过 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 开始几道灰圈扫过后 那些雷球只是微微一颤 并没有任何一样 但原本从人影脑后放出的灰色霞光 却如同静止水面 搬得一下荡漾开来 竟泛起了一层层的波纹 开始扭曲起来 雷球在这两股力量作用下 终于不闻起来 当灰色霞光扭曲到剧烈晃动时 两色雷球失去了平衡 飘动之下 竟自行撞击到了一起 爆发出了一个个惊人的金银色光团 无数道电弧四下击射 但是随之灰色光圈一颤 这些电弧就仿佛被控制住一般 骑往下面的黑油有山峰射去 然后一闪的 君没入其中不见了 就这样 那人影不停地重复上述举动 用灰色霞光将落下的雷球 一一化为金银两色的电弧 然后再用小山收入其中 看着其似乎举青若重 毫不费力一般 但人影心中 却已经在暗暗叫苦不迭起来 就算他的原磁神光 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 但是同时 借助原磁山 一字对付如此多天雷 让其法力的流逝 可是惊人之极的 这名人影 自然就是在山腹中 前修百余年的寒历了 在这期间 他不但将金刚诀修炼大成 并且原本虚化的原因 也在借助灵药之力下 飞快地重新凝成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原因重新凝成之日 就是灵界天节降临之时 寒历措手不及之下 只能硬着头皮硬癌了 第1315章 金亭周与天渊卫 一连接下十几波雷球后 法力转眼间就消耗了大半 天上雷劫 还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 寒历面色有些发白了 他虽然神通颇多 但真能低档天节的没有几种 比如那是灵天火所化的火鸟 从天节一开始时 就立刻做到新修炼的原因体内 根本无法驱使出去 那五子魔和体魂等一杆生灵 在这天节下同样地畏缩异常 一副也不堪大用的样子 至于八灵尺和六丁天甲符等一杆宝物 早在空间节点时 就已经被毁了 否则倒是抵御天节的不错手段 如今剩下的对策 也就只有寥寥两三种了 都是准备用来保命的后手 但现在看来不动用也不行了 不过 灵界的小天节怎会这般厉害 要是都是如此恐怖的话 其余化神修士又是如何杜劫成功的 他可不信 这些人每一个都比他还厉害得多 里面肯定有什么杜劫敲门才是 他心中大为郁闷了 同时暗暗后悔 为何不将有关小天节的事情 先打听清楚再说 韩丽自然不知道 自己所经历天节 已经远超小天节的范畴了 也就是他身具数种逆天 神通和同时拥有须天顶 和圆祠山这种顶节宝物 换了一个普通的化神修士 早在第一波降下的雷狐时 就无法支撑到灰飞烟灭了 现在他深吸了一口气 身上淡淡血盲引现 似乎有什么东西 就要浮出身体 就在这时 韩丽度节之处树里外的地方 空间波动一起 灵光大放下 一团乳白色光阵 在虚空中浮现而出 此光阵十余丈之大 法阵中符文飘动 闪动着刺目的光芒 虽然韩丽大半心神 都用来抵挡天节 但是如此诡异的一幕出现 自然无法瞒过神念的 心中一灵 他身上刚刚浮现的血盲 立刻一闪得不见了 同时一边继续 用原词神光抵挡着雷球 一边转手冷冷望了过去 难怪韩丽如此慎重了 现在是他渡天节的关键时候 附近突然出现这么一个 从未听闻过的古怪东西 自然警惕心大起了 不过这个光阵 怎么看得有些熟悉 竟然好像是 韩丽神念一扫法阵 心中一正地嘀咕起来 乳白色光阵出一阵温鸣声 接着白光一闪 一亮四方的荆州 不可思议地在光阵中浮现而出 此荆州仿佛赤金打造 精致异常 但通体遍布密密麻麻的 淡银色符文 韩丽一看清楚这些符文 脸色顿时一变 银刻纹 竟是这种仙界灵魂 整只荆州五六丈大 表面全都明映灵魂符咒 而那个巨大光阵 竟是一个可以凭空传送法阵 韩丽心中有些骇然了 更让他吃惊的是 在荆州中心处 有一个半圆形的黄色光照 照避明后异常 即使以他神念强大 也丝毫无法侵入 就在荆州彻底显露出 身形的片刻后 下边传送光阵 就寸寸地碎裂开来 与此同时 荆州中心处的黄色光照 也一下消失不见了 献出两名身穿金色战甲的修士出来 一名年纪略大些 五六十岁的样子 留着一撮山羊胡子 另一名则三十许岁 面白无虚 两名修士身上金色战甲 同样明映着银颗纹 并不是有淡淡的符纹飘动围绕 让人一件就知道 两件战甲的珍贵了 在神念一扫对方修为后 韩丽头上原词神光一颤 竟差点就此溃散掉 练须期修士 并且 其中一人 还是一名炼虚中期的修士 这种等价的存在 怎么会出现在此地 还是恰好自己渡天节的时候 难道就是 冲自己而来的 韩丽木盯着这二人 脸色有些难看了 远处的黄袍修士等人 自然也看见了 突然出现的荆州 和两名荆甲修士 那些杰丹修士一头雾水 不知发生了何事 但火老一见这一切 却如见鬼魅般的神色大变起来 并立刻失声起来 荆亭州 天渊位 火老的声音都一下建立起来 天渊位 是来自天渊神城的前辈 黄袍修士文言 脸色也一下雪白 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会错的 我想起来了 这人渡的 的确是小天节 但它是罕见的下节非生修士 并未经服用过灭 陈丹洗水过法体 所以引发的小天节 才是这种要命的两色雷节 那些天渊位 肯定察觉到了 此处天节动静 才直接传送来解围的 不过有些奇怪 天渊位为何会如此凑巧地 经过这里 火老两眼 直直地望着荆州 茫然地喃喃道 黄袍修士等人 早已处在 见到天渊位士的惊骇中 自然无法回答什么 似乎一切都印证了 火老言语 荆州上的 两名炼须七修士 一线伸出来 立刻望向了 正在渡劫的寒历 和上空滚滚而下的雷球 见他仍能支撑下去的样子 二人脸上 均露出了一丝差异 但马上一人手一扬 默然一张紫色符鲁 从手中射出 此符鲁一出手后 在一声巨大雷鸣中 献出一个身高十丈 浑身紫色雷电缠绕的 巨大光人 这光人双手暴毙 上身赤裸 充满了狂暴之气 但面目模糊 只能隐约感到 是一名求虚大汉 另外一名金甲修士 也同样抛出了 青金两张符鲁 两张符鲁脱手后 在轰隆隆灵光中 一下化为 胀大的青锥 和一只金色锤子 两件东西 分别被青色电光 和金色雷虎包裹着 散发着冲天的金人灵压 一看就巨士 非同小可之物 一名金甲修士 面色凝重地 打出一道道法诀 没入空中光人身上 顿时那巨大光人 两手冲漂浮的 青锥和金锤一抓 两样符鲁锁化器物 当即化为两道灵光 没入了巨人手中 重新献出了原形 这时 另一名修士口中 则发出清朗的咒语声 似乎在配合同伴 一起施发起来 巨人一扬头颅 发出了仿佛龙鸣的笑声 随即手一抬 将青锥对准寒力所在位置 另一只手 却默然举起金锤 在锤后狠狠一击 轰的一声巨响 巨人身体紫色电弧大作 金锤和青锤 也同时泛起了刺目的电光 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声后 一道紫青金三色的电弧 从锤间处狂涌而出 先是纤细如丝 但转眼间变粗变长 狂掌无数倍 一下化为数丈宽 百丈长的庞然巨物 仿佛一条三色真笼 在虚空中盘旋扭动 刺目光芒 甚至闪亮了大半个天空 就在所有人都看得 目瞪口呆之际 巨大电弧指 是一闪就消失不见 下一刻 默然出现在了 寒力头顶处 磁拉作响的电弧声 闪亮的三色光芒 让身处旗下的寒力 心中一沉 连呼吸也一下急促起来 但马上 他又大松了一口气 因为巨大电弧略一扭曲 就一下钻入了 高空的乌云中 随即劈啪之声大作 各色电光在云中狂闪不定 原本正飘落而下的雷球 顿时变得稀疏异常起来 见到此目 寒力哪还不知道 这二人竟是在出手 住自己度过天节 虽然大感意外 但自不会拒绝这种好事 当即不及多想之下 他身形一沉 整个人直沉而下 此刻的劫云中 给他的感觉极其危险 还是趁机离远一点的好 他所料果然没错 在他刚一拉开 和劫云一定距离时 云中巨大电龙的身形 再一次闪现后 整个身躯就寸寸裂开了 无数三色电弧 在云中蹦射跳跃 雷鸣声震耳欲聋 转眼间 那看似其后无比的劫云 竟然稀薄溃散起来 仅仅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就有屡屡阳光洞穿乌云射下 这小天节 就这般硬生生地给破解了 寒力并未因此就喜笑颜开 将原磁神光和原磁山收后 就不动声色地看向一边 在远处 那只荆州正不慌不忙地向其飞来 两名金甲修士 脸孔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寒力眉头皱了一下 隐隐觉得 有什么大麻烦 要找上门了 但他站在原地 并未动弹分毫 只是静静地等着 那只荆州四缓十集 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无声无息地 到了寒力的面前 州上的两名金甲修士 均仔细打量了下寒力 是从下界飞升的修士 有些奇怪 化神初期 如何能够飞升到此界的 不过没关系 既然被我们碰到了 也算你走运 跟我们走吧 那名三十余岁的白面修士 终于开口了 声音不冷不热的样子 前辈此话什么意思 要到何地方去 寒力听对方一语 就点出了自己的下界身份 不禁心中一惊 但表面缓缓地问了一句 什么意思啊 你飞升的时候 出了问题吧 既没有在飞灵台出现 也没有去天渊城服役 自然是飞升时 遇到了空间风暴 被卷入到了空间裂缝的 飞升之人了 白面修士嘴角一动 淡淡地说道 飞灵台 寒力听得有些糊涂了 脸上现出了一丝惊疑 不错 我们灵界对应的下界 有上千之多 每一个下界 都有专门对应的飞灵台 凡是飞升灵界的修士 一出现 灵界都会立刻 被接往天渊城的 像阁下这样 在飞升时恰好碰到了意外 流落到了其他地方的事情 虽然极少出现 但也不是没有过的 不过这些人 因为没有服用过灭陈丹 基本上都会陨落在 第一次的两色雷结下 阁下能恰好碰到我 二人办事遇过这里 自然算你命大了 另一名年纪大些的修士 却倾笑地解释了几句 第1316章 清明位 你没有服过灭陈丹 喜去下界的一节气息 三百年一次的小天节 就会是两色雷结 就算你再神通惊人 也绝爱不过去的 这一次 我们帮你打散了此天节 但下一次的天节 也会因此对以提前 一百多年后 你的第二次小天节 就会马上降临身上 只有每年服下一力灭陈丹 才可让你气息和我们 灵界融为一体 两色雷结才不会出现 在我们天元城 每年都会给非生修士 发一粒灭陈丹的 下一次的两色雷结 比这次的还要厉害三分 年纪大些修士又说道 前辈话里的意思 在下要在这天元城 待上一辈子了 韩丽目光闪动几下 问道 当然不是 那灭陈丹 只要服够三百年 就可彻底洗去下界气息 就可自由离开天元城了 白面修士平静地说道 天元城将我们非生的修士 聚集一起 不会白白给我们灭陈丹吧 需要我们做什么 韩丽不愿在兜圈子 问起最关键的问题 道友果然聪颖 那灭陈丹 虽然只对你们非生修士有用 但是所需的材料珍惜之极 不少必须要去蛮荒世界 才能找到 要换取这些丹药 自然需要一定代价了 不过 此时到了天元城 再给你详细解说 现在道友先上非洲吧 当然拒绝的话 我二人也不会勉强的 但是后果如何 道友应该很清楚吧 年纪大些的修士 一摸自己的山羊胡子 微笑地说道 韩丽听了这话 脸色微变 他沉吟了一会儿 抬手望了望 已经万里无云的高空 又看了看二人足下的荆州 忽然身形一晃之下 人就到了州上 两名金甲修士 见此情形 微微一笑 丝毫不觉意外 任谁见两色 雷结的可怕 都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 况且 眼前之人 还只是化神初期修士 能在两色雷结下 坚持到他们出现 已经是个奇迹了 到了荆州之上 韩丽目光一扫视 才发现 此州中心处 明明有一个小型法阵 他正打量之时 两名金甲修士 就先一步地踏进其中 并随即招呼韩丽一声 韩丽略一犹豫 也就同样走进里面 结果两名金甲修士 各自一道法掘打出 顿时足下的法阵一阵嗡鸣 一层凝厚光照浮现出 一下将三人都照在了里面 接着那名年纪大些的修士 一翻手掌 手中多出一块金灿灿的圆盘 盘上同样铭印着几个银颗纹 此人单手往盘上一拍 顿时盘上金光大放 同时 那几个银纹发出耀眼银芒 与此同时 荆州一颤之下 突然从州底 冒出一道道乳白色的光霞 这些光霞围绕着荆州下方 滴溜溜一转 竟然凝聚成了 先前韩丽见过一次的白色光阵 整座法阵光芒大放后 荆州微微一颤下 就消失不见了 法阵随之寸寸的碎裂 溃散不见了 远处的火老 和几名结单修士 一直注视着这一切 但自从两名金甲修士出现后 几人瞬间失去了谈话的兴趣 反而大气不敢传下的模样 一等荆州消失后 几人才同时大出了一口气 忽望了一眼后 均都从对方脸上 看到了一丝侥幸之色 火老 好像天渊卫并没有传闻中的这般可怕 是不是传言有些失实 黄袍青年犹豫一下 还是问了一问 你们知道什么 三境七地中 唯一不受三圣皇和七妖王管辖的 就是天渊城了 穿金甲的天渊卫 更是天渊城的高阶存在 每一个都拥有自由穿梭各地区域 不受限制的权力 并且还可以光明正大的斩杀 一切认为对人妖两族造成威胁的存在 权力之大 连三皇等存在 也要忌惮一二的 并且 一旦到了外族大战时 连三皇七妖在名义上 也要听从天渊城的长老会调遣的 火老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透露了一些自己知道的隐秘消息 有这样的事 我只是听师父提起过天渊卫 并且叮嘱千万不可得罪的 好像很久之前 天渊卫曾经有过一月之间 剿灭上百家修仙宗门的先例 但是具体原因 却根本没有人知道 三皇等存在也对此视若无睹的 黄袍修士两眼瞪得滚圆 半晌后才如此地说道 这就是了 有关天渊城的消息 我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此城的修士一般不会出现在人妖两族境内 是专门用来对付外族大敌的 而且 即使在两族内地出现 也只会这种身穿金甲的天渊卫 火老眉头走成一团 听到两人的这番交谈 旁边几名杰丹修士 虽然也知道一些天渊卫的事情 但也不像这二人知道的这般详境 均都骇然地面面相去起来 这时 韩力所在的荆州 却已经出现在一座无名城市中的密室传送阵中 一名金甲修士跳下荆州 在传送阵上 换了数颗闪闪发光的灵石后 立刻回到荆州上 再次打出法诀 催动起词法阵 韩力看到那些金石 觉得心中一跳 这些金石 竟然都是价值上万的高阶灵石 他心念方转动几下 荆州就被白光吞没 再次传送出去 这一次出现的地方 赫然是一座地下洞窟 荆州下方 又是一座类似的传送法阵 同样地换取灵石举动 同样地传送 荆州再次消失不见 在韩力冷眼注视之下 荆州一连传送了二十多次之多 当年韩力传送到乱兴海 也不过使用一次中阶灵石 并且一次就从天南传送到乱兴海 而现在荆州动用的传送法阵 使用的是高阶灵石 又传送了如此多次 传送距离之远 韩力甚至不能想象了 扑扑一声后 荆州再次传送一次后 又一次出现在一座法阵中 但是这一次 韩力目光一扫 心中一灵 顿时知道自己 终于到了那个所谓的天渊城 因为这一次 传送法阵竟然建立在 一座仿佛祭坛的高台上 而在高达十余帐的高台下 竟正有四名 身穿黑色战甲的修士站在那里 这些黑色战甲样式 比起和韩力一起的 两名修士的金色战甲 似乎简陋了一些 但是表面同样 明映着一个个银色符文 此地是一间足有百丈广 十余丈高的巨大殿堂 而除了巨台之外 四周就空空如也 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存在 立刻面露警惕之色地望过来 一见金甲修士后 四人面色一松 但立刻身形移动地 直接飘上了石台 其中一名双目碧绿的大汉 双足一踏上石台顶部 立刻几步走了过来 并恭敬地冲两名金甲修士 身诗一礼 参见天卫大人 韩力目光朝 这几人身上一扫 目光为之一动 这四人竟然都是原音修士 一名原音后七大成 一名中七 两名初七的样子 起来吧 这位是新来的飞生修士 我记得你们小队 似乎还缺少一名清明位 嘿嘿 说不定他就会成为你们的队长 带他先去飞灵殿休息一晚 我二人向长老教完任务 还要再见一次他的 年纪大些的金甲修士 淡淡吩咐道 是 这名大汉早就看到 韩力这位化神修士的存在 现在听到这么一说 倒也没有任何惊讶 只是冲韩力威翼公身 口中答应了一声 你先随他们休息一晚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白面修士 则这般对韩力说道 韩力点点头 并未有什么意义 于是三人走下高台 直奔殿门处而去 韩力注意到 那四名黑甲修士 只有为首的碧眼大汉 紧跟着他们 其余三人 则仍老实地守在高台之下 看来传送阵和荆州 还是此地颇为重要的东西 竟然要四名原因修士守在这里 一出了殿门 出现面前的 赫然是一条宽有四五丈的 巨大走道 再走道两边 全都是青灰色的石壁 但这些石壁每隔一段距离 就必定名印着一个银科文符号 让整座石壁显得神秘万分 通道是圆弧形的 并且浅浅向下伸去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 韩力没稍一条 但尚未来得及细想什么 两名金甲修士 当即向上方走去 那名黑甲大汉 却带着韩力向下方走 巨大走道 每走数百丈距离 就必定出现一座 和韩力等人出来之地 一般无二的殿门 有的殿门紧闭 有的则坦然大趟 那些敞开的 自然可以将殿内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里面大半都是同样的高台 传颂镇和荆州 也有数名原音修士 守在那里的 另外一小半 则空空如也 什么东西都没有 至于那些殿门紧闭的处所 韩力虽然用神念扫了一下 却不出所料的 根本无法渗透那些 掺杂银科文的神秘墙壁 走道中 不时有其他修士迎面走来 里面大都是黑甲的原音修士 但也碰到了三四名 一身轻悠悠战甲的修士 这些轻甲修士都有化神器的修为 显然就是所谓的清明卫了 这些修士见到韩力这么一名外人时 虽然有些好奇地打亮他一眼 但却没有一人上前多问什么 并且各个行动匆匆 仿佛训练有素 韩力见到此目 心中眉头一皱 第1317章 飞升修士与天元城 向下走了足足近千丈后 韩力豁然一亮 眼前出现一座近千丈的巨厅 在厅中有近百名甲士 正在匆匆而过 似乎忙碌异常 而整座大厅的四周 有十几个和他所处通道一般无二的出口 正有人进进出出 韩力脸上亚瑟一闪 走到厅上 不禁下意识地抬手一看 结果大吃了一惊 这所谓的大厅一望过去 根本看不到厅顶 竟是一个环形的巨大圆筒状存在 仿佛一座空心巨塔一般 而他们方才出来的地方 应该只是此塔的加层塔壁而已 如此巨大石塔 韩力自是第一次见到 足足震惊了好一会儿 财神色回复正常 在前边带路的那名闭眼大汉 对韩力的震惊毫不奇怪 也没有催促的意思 直到韩力重新低下头来 才又带着韩力向大厅出口走去 当韩力一走到大厅出口时 向远处一望后 心中咯噔一下 再一次骇然了 只见目光所及之处 远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青色巨塔 密密麻麻的分布着 足百余座之多 而这些巨塔的根部 则全都围着一片片楼台阁楼 一间挨一间 也不知有多少座 高得有千丈之高 矮的也有百余杖 每一处建筑 都仿佛普通建筑 放大了数倍一般 这怎不让韩力 看得有些目瞪口呆了 这时 同样走出大厅的一名名假室 纷纷化为一道道顿光 向磁塔下方建筑飞顿而去 闭眼大汉一声招呼后 也带着韩力朝下积舍而去 直奔不远处的一座千丈殿阁而去 那座楼阁从上到下分座十层 每一层都有一个入口 而最中间 一座高约三十丈的大门 挂着一个书写着 飞灵殿三的大字的银色牌匾 大汉带着韩力 飞入了此殿第四层 一进入里面是一小厅 四周四通八达的 有六七条走廊 通往其他方向 而在小厅中 有数名服侍各异的修士聚集在一起 含笑地说些什么 韩力目光一扫 立刻探出这些人 都是和他一般的化神初期修士 韩力和闭眼大汉一进入其中 这几人立刻也发现他们 当即目光刷的一下 一起扫了过来 咦 这不是卓贤侄吗 怎么 这位也是新来的同伴吗 一名满头白发 脸色泛青老者 笑着问了一句 闭眼大汉也已经是 原因后期大成 此位倒不敢过于怠慢 原来是柳前辈 这位前辈可是天卫大人 亲自从外边带来的 并非本城进阶的修士 闭眼大汉一进入此殿 原先的肃然之色 马上荡然无存 竟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客气异常地冲老者解释道 韩力脸上一丝诧异闪过 从外界带来 难道是飞灵台带拐的修士 是从哪一界飞升来的 咦 怎么是化神初期的修士 不是说出带飞升者 起码也要有化神后期的修为吗 那几名化神初期修士 一听此言 一阵骚动了起来 均用异样的目光扫向韩力 韩力微微一笑 只是冲这几人一抱拳 并未说什么 但心中同样的嘀咕不已 这些人难道是 其他下界的飞升者 但看起来不太像 但若是灵界本土的修士 又怎何出现在此地 这飞灵殿一听 可就是和飞升者相关的处所 闭眼大汉 向其他几人问候了几句后 再含糊回答了两句 就带着韩力走进一条走廊中 并找了一处数间屋子 连成一片的套房 这处数间屋子 练成一起的处所 仿佛一座小型洞府 不但有修炼的专门密室 还有一间炼丹室 和一间炼器室 而且 几间屋子 还被一套独特的静置封闭着 只有屋子主人使用一块静置令牌 才可以打开进出的 韩力见了很满意 当即点点头 闭眼大汉见此 说了数条此地的忌讳之处 就马上留下静置令牌 说有任务 再申告此离去了 这倒让韩力 想趁机拉住对方 详细打听下 田园城情况的打算落空了 如今他坐在客厅的 一间墓椅上 背靠一背 单手把玩着那块 银灿灿的静置令牌 心中在思量着雷劫发生后的一切 原本按照他原来的计划 一度过这 所谓的小天劫 自然是要在灵界 选取一处灵气绝佳的隐秘之地 暗暗进行修炼 先进接恋虚期 进阶永生大道再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飞升的修饰 竟然还带有什么一介气息 小天劫一下 变得如此恐怖了 不久前 就算他真的有能力度过 第一次的两色雷劫 但是下一次绝对无法抵挡的 他这才几乎没有多加考虑 立刻跟那二人来到这天渊城 但真到了此地 这里的一切似乎 的确和普通的修饰之城大不相同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让他心中实在没有底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 这座天渊城中 像他这般的 从下界飞升来的修饰 似乎不少 韩力想着想着 有些坐卧不宁了 他暗自思量 是否趁现在到外边 打听一下天渊城的事情 以及自己这样的飞升修饰 会被如何安排 就在韩力心动 想有所行动之时 忽然大门的禁之外 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 道友可在屋中 老妇柳和道 可否和道友续谈一二 韩力一听这话一正 随即轻笑了起来 看来不用他主动出去 就有人过来 先套近乎了 原来是柳道友来访 韩某荣幸之志 韩力口中回道 然后将手中令牌 对大门方向轻轻一晃 一片银霞狂涌而出 大门搁置一声后 就自行打开了 门外站着一名 青面白发的修士 正是那名在厅堂 匆匆见过一面的老者 道友原来姓韩 刘某贸然打扰 还望道友不要见怪 老者一脸笑容 满口地客气 呵呵 在下怎会如此想 就算柳兄不来 韩某也打算去 拜会几位道友呢 韩力是何等人 从人界的凡人 一步步地修炼至今 对人情世故的老恋 绝对只在眼前 这位柳姓老者之上 当即春风满面地说道 如此一来 两人只是聊聊数语 却仿佛多年 好友般的热情之急 刚才听着贤侄之言 道友是天位大人 亲自带回城中的 那道友肯定是 下界刚刚飞升 本界的修士 就不知道 有来自下界 哪一处人界之地 柳姓老者说着说着 话题一转地问道 哪一件 这个 在下也不知 灵界如何称呼 诸多下界的 倒不好回答了 这样吧 等韩某以后 了解清楚相关事宜后 再告诉道友如何 韩力目光一闪 微笑地回道 他可不会轻易 透露自己的真正出身 毕竟在人界的时候 他可颇牵扯到一些 和灵界大人物 有关的事情中 无论哪位天蓝兽本体 还是银月口中的 天魁狼王 都绝不是现在的他 能招惹得起的 这是老夫糊涂了 道友出道灵界不久 对这一切 自然不甚了解的 不过 像道友这般初代 飞升修士 个个都潜力惊人 进阶炼虚的比例 远非我等这样的 飞升修士后裔 和灵界的本土修士可比 更受长老会重视 多半道友 不用经过什么考核 直接就会被任命清明位的 柳姓老者 哈哈一笑起来 初代飞升修士 柳兄能否给在下解释一二 韩丽目中疑惑之色闪过 笑容一脸地直接问道 这不是什么秘密 自然可以的 其实 韩兄只要在本城 多住一段时间 对这些事情 就一清二楚了 柳姓老者 黑黑一笑地说道 其实所谓的初代飞升者 就是指韩兄这样的 直接从人界飞升 本界的化神修士 你们身上带着的 意界气息非常浓重 即使每年服用一粒灭尘丹 也足足要花费三百年之久 才能清除干净的 而初代飞升者的嫡系后代 在数代之内 也会带有部分的意界气息 只要一进阶元阴七 同样会有两色雷结降临 就像我这样 是初代飞升修士的二代嫡系 在一进阶元阴七后 就必须马上赶回天元城 要服用灭尘丹 压制意界气息 否则同样死路一条 只有等意界气息彻底被清洗了 才可以自由离开天元城的 从初代修士算起 大概五代之外的嫡系血脉 就不会含有一截气息了 完全和本土修士一般无二了 轻面老者解释地说道 原来如此 不过柳兄已经是化神修士 想必一截气息早已被洗去了 怎会还留在这里 韩丽眨了眨眼睛 突然问道 韩兄一眼看出问题所在了 不错 即使我等洗去了身上的一截气息 但是愿意自行离开天元城的 据我所知 根本没有几个 不光是初代飞升修士 和我等如此 就是从三皇七帝补充进来的本土修士 也是绝不愿轻易脱离天元城的 柳姓老者笑嘻嘻地回道 哦 韩某有些感兴趣了 还望柳兄只叫一二 韩丽心中一动 面上含笑地问道 很简单 在天元城的话 修炼速度是其他地方的一倍以上 并且三境七帝有的东西 天元城肯定有 而三境七帝没有的东西 我们天元城还是有的 韩兄想必明白在下的意思了吧 老者望着韩丽 大有深意地说道 第1318章 赵无归 怎么 难道此地有什么灵气浓密的修炼圣地 韩丽精神顿时一震 嘿嘿 修炼圣地本城的确有几处 甚至不在三皇的几座主城之下 但是 这只是其一而已 最主要的还是 本城不但拥有三境七帝元元供应的各种材料 还是人妖两族 进出蛮荒世界的唯一出入口 所以 那些进出蛮荒世界的高阶存在 必须经过本城 如此一来 从蛮荒带回的奇真材料 数不胜数 其中大半修士都是直接在此出售蛮荒所获 或者换取自己所需的东西 甚至让人一夜间进阶的灵药 也并非没有出售的 只是价格之高 足以让我等望而心叹了 说到这里 老者顿了一下 但接着又说道 除此之外 本城修士不愿离开的另一重要原因 是我们天元城修士 每十年都有听取长老会一名长老 讲述天地道法的机会 并可问及自己修炼的疑问 这些长老可都是合体器的修士 外界之人 哪有我等这种机遇 嘿嘿 故而凡加入本城的修士 有几个愿意离开的 有如此多好处 但本城还驻守如此多高阶修士 应该有什么特殊用意吧 韩丽听完后 心中先大喜 但随即有眉头一皱起来 本城除了修士 还常年驻守着大批高阶妖修 他们占据着天元城的另一半 而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妖兽和练体士 这些低阶存在 其中一半是本城自己培养 另外一半则是从三进七地掉来的 再加上长老会的十几名合体器修士 本城有这般惊人的力量 自然就是针对蛮荒世界的外族 和那些真灵级的存在了 先辈们布置下的超级先阵 实在太过玄傲 历代外族入侵我们人妖两族疆域时 只能从本城这么一个入口攻入 若不驻扎如此多力量 岂不是被那些异族 一下灭掉我们两族了 听说一旦真和外族站起 城中两族一下被灭大半 也是经常之事 柳姓老者 神情凝重了下来 被灭大半 韩丽一听这话 面色微变 韩兄不必惊讶 和过于担心 每一次外族入侵间隔 长则十余万年 短则六七万年的光景 如此长的间隔 倒有有何担心的 若是倒霉 还真碰到了外族入侵 也只能拼死一战了 任何临阵脱逃的天渊城守卫 都会被两族联手追杀的 既然想得到城中便里 冒一点风险 自然也是应当的 不过天渊城上一次被一族入侵 是三万年前的事情了 基本上一二万年内 你我无需担心什么的 刘兴老者微微一笑 原来如此 这么说 在下被人带来这天渊城 还是因祸得福了 韩丽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的模样 这是当然 初代飞升修士 因为进阶 炼虚期比我们这样的后裔 和灵界本地修士高得多 每一名飞升的修士 长老会都颇为的重视 不会轻易放弃的 而且近年来不知何缘故 飞灵台接受的飞升修士 开始变少起来了 听说数位长老 甚至不惜派分神降临几个下界 想去追查其原因 但似乎没有成功 韩兄也是从下界来的 可曾发现什么异常吗 老者忽然地问道 没有 在下所处人界 一切如常 韩丽听了这话 顿时想起了古魔之事 心中暗自一领 但却神色如常地回道 这就可惜了 若是韩兄真能提供什么出来 想必会得到重赏的 不过近些年飞升的修士 也同样没有什么线索 只是听说前些年 似乎妖族那边 得到了什么消息 所以长老会 估计也不会再找韩兄询问什么了 清面老者并不觉得 韩丽回答有何不对之处 反而可惜地说道 韩丽闻言 微微一笑 随即反问道 对了 柳兄刚才说的清明卫 指的是什么 就是在下先前见过的 那些清假道友吗 不错 正是身穿清明战甲的那些同道 清明卫在我们天渊城 已经是中阶存在了 是像刘某我这样 可以统率十名黑铁卫的 小头目而已 清明卫必定是华神修士担任 但是华神修士 却不一定是清明卫 这里面的差别 韩兄应该明白的吧 老者这般地说道 这个 韩某倒是明白一些的 有些华神奇的道友 恐怕不善争斗 或者另有什么执思吧 韩丽会燃于心的 道友清楚就好 说起来 我们天渊城卫视执思 也分为两种的 一种是 只要每隔一段时间 完成自己固定的轮值任务 其他时间就可自行安排了 但这种卫视 每年分发的零食 都是固定不多的 手头自然就大为地拮据了 但盛在一般 没有什么危险 另外一种 则是专门接下一些 长老会下达的特殊任务 每次完成一项 获得的好处 不但有零食 甚至还有丹药 或者宝物等珍惜东西 当然 这种任务的风险 自然极大 而且多半都和蛮荒视界 或者一族有关 让人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的 但每完成一项 就足可以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 不用轮值任商和任务 可以安心地长时间修炼了 当然这两种直思 也不是一成不变 可以随时调换的 老者给韩丽解释得清清楚楚 多谢柳兄指点 韩丽面上看不出什么意思 但先口中称谢 轻面老者则哈哈一笑地摆摆手 随后又和韩丽聊了一会儿后 终于起身告辞了 将老者送出门外 目睹其远离后 韩丽才笑容一脸地返回了屋子 并走进密室中盘西坐下了 双目轻轻合上 整个人仿佛进入了入定中 另一边 轻面老者走出走廊后 另外几名化神修士 赫然等在那里 一见老者走了出来 当即走了过来 怎么样 柳兄可从那人口中 得到什么的消息吗 消息 这人口风言得很 除了承认自己 的确是下界的非生者外 其他情况一个都没有透露 我倒是回答了 他一些问题了 老者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的样子 柳兄就这么直接找上门去 一名刚到临街的人 自然心有几分警惕了 不过 我等也的确没有其他心思 只是想和他交好而已 毕竟非生者一般 进阶潜力都不晓得 几名化神奇修士 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 仿佛针对韩力 无恶意的样子 而柳兄老者 则含笑不语了 第二日一早 韩力正在密室中 动也不动地打坐 忽然神色一动 睁开了双目 他当即起身走出了密室 来到了客厅 手持静置令牌 一晃地将大门打开 门外一名白山修士 正神情淡淡地站在那里 参见前辈 韩力不敢怠慢 双手一抱拳 这人正是那名白面无虚的 金甲修士 只是他此刻已经换了一身 如生装扮 身上的肃杀之意 一下少了三分 倒多了一些出臣之意 韩道友无需多客气 我也是刚道 李兄另有事情在身 今日就只有我一人来见道友了 我本名叫赵无归 这位赵姓的恋须修士 态度明显比昨日时候 和善了许多 韩力微微一正 但急忙称呼一声赵前辈后 就将对方让进了屋中 陪着一同分主客坐下了 有这半日功夫 你想必也对天元城的事情 了解一二了吧 我也就长话短说了 你是非生修士 又在那两色雷劫下 坚持如此之久 想来神通不弱的 所以 你的清明卫身份 我已经帮你申请好了 这是身份令牌 你拿好 到时直接去接管 禀五十六队就可了 昨日在传送殿 你见过的那四人 就是属于此小队的 赵无归刚一坐下 便一番手掌 献出一块青蒙蒙的玉佩 递了过来 再下出来乍到 对一切还不太了解 现在担任清明卫 是不是有些唐突了 韩丽并没有马上伸手 去接玉佩 面线一丝迟疑地说道 嘿嘿 韩道友无需太过谦虚 每一个飞升修士 一到本城 都会担任清明卫的 而且大都称职至极 至于本城的事情 道友只要住上个一年半载 哪有不熟悉的 赵无归笑以宁地说道 既然前辈如此说了 那晚辈就不再推辞了 韩丽目光闪动两下 终于接过了玉佩 并随意打亮了眼 只见玉佩一面 明印着一些银刻文 另一面则刻着 丙武十六等几个淡金色文字 见韩丽收下了玉佩 赵无归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开始给韩丽 讲解一些 天渊城的常识性东西 有些是昨天柳姓老者提到过的 有些则是韩丽第一次听到 自然用心之极 好了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这里只是给 飞升修士临时聚会的地方 不是一酒呆的 每一个原因以上修士 在天渊城都有自己的专门洞府 不过 洞府的好坏以及大小 要靠你自己争取了 具体的事宜 你去玉佩阁一问就知 这里有一块本城的地图 你可以仔细查看一下 因为你是新来本城的 头一个月无需马上到任的 但一个月后 就必须上任了 并领取自己的清明甲 赵无归又从储物着中 取出一块白色玉剪 交给了韩丽 就起身告辞 韩丽自然恭敬地再次称谢 将此位送离了屋子 第1319章 玉缺阁 转回屋子后 韩丽把那玉剪拿了出来 轻轻贴在额头 神念瞬间沉浸在了其中 仅仅片刻后 他神情一变 天渊城镜这般大 看面积只在天渊城等人族 三大主城之上 不在旗下的 韩丽将神念抽出后 脸色殷勤不定起来 单手抚摸了下手中玉剪一会儿 他将其收好 就不慌不忙离开了屋子 不管怎么说 他要先去玉缺阁 将自己的洞府确定下来再说 但听赵无归所言 此事似乎还有些什么波折 他起了一些兴趣来 从刚刚末迹的地图上 找到了玉缺阁的位置后 他当即化为一道 清光地离开了飞灵殿 一连从十几座巨塔附近 一掠而过 韩丽在默默注视着 一路上遇到的各色修士 发现身穿各色战甲的修士 似乎只在那些巨塔附近 才会频频出现 远离他们后 遇见的修士 就和临界其他地方的 普通修士一般打扮了 就是不知道 这些人是脱了战甲 还是原本就不属于 天然城的外地修士 不过有一点倒可以肯定 就是 凡是进出巨塔的 都必须身穿战甲才行 而且 韩丽还发现在巨塔根部的 几层中进出的甲士 却是黄 白两种甲士的练体式 其中黄色战甲包裹的练体式 只有中阶的修为 而白甲内的 就都是高阶练体式了 他们进出数量 明显远超巨塔中上层 出口进出的那些 黑青战甲的修士 看到这里 韩丽心中有一丝了然了 看来整个天然城的战力 就是这些巨塔中 常驻的无数甲士了 并且按照黄 白 黑 青 金的战甲 清晰异常地区分着战力 这倒是异常的简洁明朗 韩丽扫射了这些巨塔 和甲士几眼 就不再理睬地 直奔自己目标而去 足足飞行了小半时辰 在远处隐约看到 一座高大异常的巨大城墙后 韩丽就漠然顿光一尘 落在了下方 一座灰不溜秋的三层阁楼前 别看此阁楼不大 毫不起眼的样子 但是进出的修士还真不少 仅在韩丽略意停顿 打量的片刻功夫 就有七八名修士化为 一道道顿光 没入了门中 阁楼大门上的牌匾 赫然就是欲缺阁 三个龙飞凤舞的古文 韩丽眯着眼睛 看了一会儿此牌匾 才抬腿徐续走进了阁楼中 阁楼一层是一间数十丈的大厅 里面有数十名修士站在厅中 正望着厅堂尽头处 挂着的一面 泛着清光的巨大屏风 屏风上绣着一副两丈高 十余丈长的地图 上面荧光点点 似乎有许多数字闪动不停 而屏风前 则有一名长脸的青袍中年人 脸带笑容地站在那里 韩丽神殿一扫过去 就发现 这些人都是原音级修士 青袍人赫然是化神级的修士 忽然 有一位瘦小的老者走上前去 恭敬地冲青袍中年人一失礼 就将一块泛着黑光的铁牌 和一个储物镯 双手交给中年人 中年人随意地看了铁牌一眼 又检查了那个储物镯一眼 就点了点头手一番 储物镯一下消失不见 却将铁牌还给了老者 那名老者当即精神一抖 立刻单手抓着铁牌 走到屏风前 冲着巨大地图某处 轻轻一晃 顿时从上面喷出了一丝黑线 一下没入地图上的 写着二的银色光点上 此光点一晃之下 数字瞬间就由二字变成了三 然后老者就立刻退了下来 之后的一盏茶时间内 又有十余人走上前去 或拿物品 或直接拿零食 交给那轻袍中年人 那中年人大半地都点下头 让他们同样在地图上做下标记 但也对其中两人交上的东西摇摇头 让那二人垂头丧气地退下了 而韩丽发现了 巨大地图赫然就是天渊城所辖的 树处灵脉之地 而地图上青光愈深的地方 数字愈多也愈大 有一个青光挤进翠绿地方 上面漂浮的数字 竟然是一个惊人的十二 看到这一幕 韩丽摸了摸下巴 心里终于有几分了然 那赵无归话里的意思了 看来 要找到合适的洞府 似乎还要和其他人争夺一番的样子 前辈 你也在寻找合适灵地 要建立洞府吗 忽然韩丽身旁 传来一清脆的话语声 韩丽神色不变 但缓缓转手过去 只见一名身材修长的秀美女子 正恭敬地站在一旁 此女秀为极低 只有助击左右 但看到对方身上 一身侍女的打扮后 也就不觉奇怪了 不错 我是想寻找合适的地方 但是此处的灵山 我并不满意 韩丽不动声色地回道 前辈是化神修士吧 一层只是接待黑铁卫的出所 前辈应该到二层去才是 此女甜甜一笑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化神修士 凭你修为 应该看不出来我的境界吧 韩丽心中一领 双目漠然寒光一闪 前辈不必惊讶 晚辈虽然修为低下 但是身上都配有专门的灵压盘 只要诸位前辈 不是特意隐瞒气息 自然能看出一点的 白皙女子一惊 但马上一抬手 手腕上露出一块 巴掌大小的法盘 上面银色符纹闪动 赫然也是银刻纹 韩丽看了看此法盘 觉得有些头痛了 也不知道是人族的哪位先辈 得到有关阵法练气的精确欲输 将其参悟到了这种地步 竟在天原城各个方面 都已经运用上的样子 如此一来 她在外界的一些常识性东西 看来都要再次打破 必须慢慢地深入了解才行 否则万一什么时候被人阴了 还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然韩丽眼下 自然不会露出什么意思 只是冲此女点点头 就在对方带领下 登上了一侧的楼梯 上了阁楼的二层 二层比起一层小了许多 但环境优雅多了 虽然同样也有一幅 不小的屏风地图 搁置在那里 但是总算在屏风两侧 摆放了一些椅子 正有四五人静静地端坐哪里 仔细研究着屏风上地图 屏风一旁 则有一名方脸的紫袍大汉 懒洋洋地坐在那里 韩丽神殿一扫大汉 脸色微微一变 这位竟是一名恋须初期的修士 至于那几名研究地图的人 自然都是 和他一般无二的化神修士了 每个人身后 都站着一名和白皙女子 同样打扮的玉缺格士女 个个都是筑基七左右 貌美如花的俏丽模样 韩丽神吸了一口气 远远冲那位紫袍大汉拱了拱手 就在那名白皙女子的引领下 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而此女也和其他侍女一般 恭敬地站在韩丽身后不语了 韩丽目光在其余几人身上一转后 就像眼前几乎翠绿一片的地图望去 同样的是天元城的几处山脉 但很明显 地图上浮现的银色数字 明显比楼下的那张地图小了许多 并且数字也大多是一二这样的居多 最多的一个数字 也不过是一个四而已 也就只有一处罢了 韩丽顿时沉映了起来 但是片刻后 忽然冲伸后的侍女一招手 淡淡吩咐道 我对附近灵的不太了解 你给我介绍一下地图上的情况 是 前辈 此张地图 共包含了天元城所下的三处山脉 以中间的翠龙山 灵气最足 也是华神前辈洞府最多的所在 并且出产几种特别的灵药 这一次 山脉有两名华神妻的前辈 没有度过天节 陨落而亡 一名则受缘到了 自行作化掉了 故而按照规定 收回他们居住的灵地 所以 争夺的人 也就最多 另外一片天蕴山就刺了一些 但适合前辈 这样的华神修饰 修炼的灵地也不少 但当然不能和翠龙山的灵气相比了 至于最后的琼奈山 原本是归属于 原音修是修炼的灵地 最近才化归化神前辈们使用 所以 此山脉的灵气对前辈来说 恐怕稍有些不足了 但是此山设置的洞府最为稀疏 前辈拥有的灵地范围 也是极其的广大 可独自拥有方圆万里的大片灵地 白溪女子倒是称职之极 详细地给韩丽小声解释道 原来如此 韩丽缓缓地点点头 目光在屏风上闪动不已起来 而白溪女子则识去地 立刻在站到后面 但是目光还是忍不住在韩丽身上多望了两眼 眼前的男子看起来二十余岁模样 但竟然是一名化神修士 虽然他在玉缺阁中见过的化神修士多了 还是忍不住 被眼前的青年起了一些好奇之心 突然 一名作者的圆外打扮的胖子 大步走上前去 抬手将一个锦盒 连同一块青萌萌玉佩 一起恭敬地捧到了紫袍大汉跟前 然后开口地说道 晚辈不久前 收到一株四千年火候的银仙芝 前辈看看 是否有资格选择灵地 迎先知有四千年的火候 倒也不易 我看看再说吧 紫袍大汉不置可否地说道 抬手将玉佩和锦盒同时接了过来 并打开了盒盖 盖子方一打开 淡淡的荧光就从盒中冒出 并传来一股 让人精神一阵的草木倾向 即使韩丽这样 见识过不知多少灵药的人 一闻此药香 也不得不承认 这的确是一种珍惜异常的灵药 嗯 四千年 似乎稍欠缺数百年火候 不过也差不多了 这一次 就算你够资格了 紫袍大汉 双目微眯地盯着锦盒中林要半天 才露出一副勉强的样子 第1320章 灵地之争 胖子听到大汉之言 暗松了一口气 脸带笑容地撑泻一声后 就用玉佩在那个漂浮着四字的光点 做下了记号 顿时原本的四字 在一道青丝没入后 一晃地变成了五 这位竟同样看中了翠龙山的这一处最佳灵地 其余几名坐在一旁的修士 均都脸色大变 原本有相同心思的人 顿时吸了原先的打算 因为胖子是一名化神后期的修士 单论修为而言 绝对比在场其他修士都稳压一头的 胖子选好之后 就悠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似乎还想再看看其他的选择 但因为他的选择 却让剩下的修士也最终做出了决定 又有二人走了出去 分别在刺歇的天蕴山各选了两个灵地 其中一处有人 一处却原本就是空荡荡的 这两人选好后 却马上飘然离去下楼了 剩下的修士却各个眉头紧皱 显然还未下定决心 这时 韩丽忽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向了紫袍人 其他修士微微一正 毕竟韩丽明明刚到不久 如此快就选定了目标 自然让他们有些意外了 韩丽一只手在储物镯上轻轻一扶 一只蛋白色玉盒出现在了手中 微笑着 连同自己的玉佩 一起递给了紫袍大汉 紫袍大汉并没有马上去接玉盒 目光在韩丽身上一扫后 淡淡地说道 听说城中新来的一名姓韩的飞升修士 莫非就是你 前辈真是消息灵通 正是晚辈 韩丽心中威灵 但面上丝毫一样没有地回到 既然这样 韩道友应该是第一次选洞府 如此的话 无需缴纳什么供奉的 可以直接选择灵地的 紫袍大汉难得地冲韩丽笑了一笑 多谢前辈指点 韩丽一呆 但马上洒然笑笑地 将玉盒收了起来 听到韩丽吃心静的飞升修士 其余修士均都一惊地望向韩丽 目中均带了一丝异样之色 看来飞升修士 在天渊城的确是不同一般的存在 紫袍大汉转眼间就检查完了韩丽的玉佩 点点头地交还给她 韩丽也没有迟疑 在屏风上一处丝毫标记没有的灵地上 轻轻一晃自己的玉佩 顿时一丝清光喷出 一个一字浮现在了那里 关注韩丽举动的人 一看清楚他所选的目标 一阵的骚动 因为韩丽所选的地方 赫然正是灵气最次的翠龙山上的某处灵地 要说以韩丽的化神初期修为 选此片山脉 也不是什么稀奇之处 但是此山脉其他几处灵的 明明也是无人的 韩丽却选了一个最不起眼 灵气最稀薄的地方 这就让这些人有些纳闷了 此灵地的唯一好处 就是为了弥补灵地的灵气缺陷 其所化灵地范围实在够广大 方圆二万里的地狱 足是同一山脉其他灵地的 被许之上了 不过任谁都知道 灵地好坏完全和灵气有关的 否则灵地就算再广 灵药和灵矿肯定也平级异常的 至于在修炼上 自然更加不利了 你真要选此处建洞府 要知道一旦选定后 百年内洞府都不能随意改换的 紫袍人同样大感意外 瞅了屏风上的那片灵地片刻 眉头一皱地说道 晚辈出道灵界 只要先有个落脚之地就行了 可不想和哪位道友争夺什么 此地虽然差些 但应该无人相争的 韩丽平静地回道 既然这样想 那也随你了 反正标记一旦坐下 任何人都不能再改变的 紫袍大汉听闻韩丽之言 面带一丝古怪地打量韩丽一遍 才白白手地说道 声音再次恢复了原先的蓝散 韩丽却不在意地抱抱拳后 就回座位 打算再看一会儿 又一名修士站了起来 也要走向紫袍大汉 选择灵帝的样子 但就在这时 忽然楼梯声一响 一人竟然没有侍女引领地 直接走上了二层 二层的修士一见者人 均都一惊地面色分辨 只有那修为最高的胖子一见此人 却双目一亮地招呼道 原来是翁道友啊 怎么这次也有兴趣争夺灵帝了 上楼之人 竟是一名身穿蓝袍 头扎额带的汉子 其双眉倒掉 目闪冷光 给人一种极其凶恶的感觉 嘿嘿 金凶能来换取洞府 汉某自然也可以来了 汉子目光在胖子身上一扫 淡淡一笑地说道 这人是一名化神中期修士 但是面对后期的胖子 却完全一副同等相交的样子 这让韩丽心中一动 不禁多打量了此人两眼 毕竟修为到了 他们这种程度 每一阶的提升 都代表了实力的巨大差距 当然像他这样身具灵宝 并修炼成士灵天火 原慈神光等逆天神通的人 自然是例外中的例外了 这位蓝袍人 对一位后期修士这般态度 看来应该有所依仗的 翁贤帝说笑了 你现在洞府 占据的可是一等一的灵地 又何必再换什么 胖子摸摸了肥瘦的下巴 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疑惑 嘿嘿 在下最近打算新修炼一种秘术 对灵气不太看重 但是需要的灵地范围 却必须广大一些 否则修炼起来会有些麻烦的 只有先暂时调换一下灵地了 蓝袍汉子打来的哈哈 含糊地回道 原来如此 惊心胖子满脸的恍然之色 但他是否真的相信 自然只有天知道了 韩丽听到二人的对话 汉子之言却一皱眉头 但随即就若无其事起来 蓝袍汉子几步走向了紫袍大汉 到了其跟前双手竖立 财恭敬地问候道 参见教师叔 加师托晚辈给师叔问一声好 问好 平民老怪的臭脾气 哪会如此说话 不过 你师父前后已经躲过了六次大天节 恐怕第七次的天节 很难蒙混过去了 紫袍大汉却冷笑地说道 一听紫袍大汉此言 吊眉汉子脸上一丝尴尬之色闪过 但马上老实地回道 加师的确已经在洞府中 闭关二百年未出 准备祭练一件灵宝 好抵御下次的天节 灵宝 看来 你师父运气不错 上次灵宝就是为了抵御天节而毁了 如此快就凑够材料 又练至一件了 如此说来 你师父倒不是没有机会度过下次天节的 好了 这次本尊轮值指掌眼下的直思 不宜多说什么 你赶快选你的灵地吧 紫袍大汉忽然脸色一沉 不愿多说了 遵命 吊眉汉子口中乘势 目光才往那屏风上的地图一扫而去 当目光落到了某个已经浮现的数字时 脸色漠然沉了下来 翠龙山如此偏僻灵地 怎么也会有人选取了 金兄 你刚才在这里 可知道是谁选下的此灵地 翁姓汉子不敢问紫袍大汉什么 却默然回头向金姓胖子问道 同时单手冲屏风虚空一点 顿时一道白蒙蒙光点落在上面某处 胖子一见那光点所落之处 脸上顿时浮现怪异的表情 并下意识地朝韩丽这边望了眼 一见金胖子这般神色 蓝袍汉子那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当即缓缓地转身过去 上下仔细地打量起韩丽来 是你选的这块灵地 此人一看出 韩丽的修为只是初期的境界 脸上不由地献出一丝傲然之色 声音冷冷的 道友也看上此地了 韩丽沉默了一下 才淡淡地回道 哼 我修炼的秘书 只有那片灵的对我最合适 你失去的话 就主动放弃此地 否则争斗起来 可别怪翁某 不会手下留情的 调媒汉子张口阴森地说道 威胁之意毕露无遗 韩丽有些无语了 他为了避免和其他人争执 特意选了一个灵气稀薄的地方 好避免在天元城招惹什么麻烦 毕竟他一心都放在修炼上 实在不想和什么人结下什么仇怨的 以干扰其追求大道 但韩丽万万没想到的是 如此的低调 竟还被人主动找上门来了 这对韩丽来说 还真是一件讥讽的事情 他瞳孔深处蓝芒一闪 目光朝其他人飞快一瞥 只见紫袍大汉悠然地坐在椅子上 眼皮都不抬一下 根本没有想过问此事的意思 至于其余的修饰 望向韩丽的目光 却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前辈 我若放弃这次的挑选 可否还能重新选取其他的灵地 韩丽平静地冲紫袍大汉问道 不行 灵地原本就数量不足 每人都只有一次争夺灵地的机会 若是失败 只能下个百年 再去争夺空出的灵地 紫袍大汉面无表情地说道 丝毫通融之意都没有 听了这话 韩丽轻叹了一口气 等上百年再建立洞府 这对急需催熟灵药 炼制大批丹药的他来说 根本无法忍受的 而偏偏这时 吊眉汉子冷笑了一声又说道 就算等上百年 总比被硬生生打落一个境界的好 若是道友不听在下之言 嘿嘿 韩丽听了对方之言 眉梢一条 不怒反笑了起来 在下无法答应阁下的请求 我看 还是道友另寻他的修炼的好 韩某也不想和翁兄商 什么和气的 万一再下意识失手的话 韩丽竟轻描淡写地 说出这样的话来 后面的话 虽然只说了一半的样子 但任谁 也能听出其针锋相对的 不客气之意 所有人都挣住了